亲生父母找过来的时候 我在地里捉青菜虫 他们领养的女儿宋敲着没嫌弃 姐姐 虫子好恶心 你不会是知道 爸妈要来特地卖惨给我们看的吧 OK Fine 为了表示自己过得并不是很惨 我拿出珍藏已久的母树大红袍 请他们喝 亲生父亲做都没做 别喝这种劣质茶叶 你是宋家的女儿 跟我们回去之后 要紧记你的身份 不要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 听了宋父这话 我对亲生父母 最后一点幻想也没了 端着茶杯四笑非笑 宋先生 你们就这么确定 我是你们的女儿 宋我走过来拉住我的手 好孩子 你不知道 你和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当年你走丢后 我们找你找了好久 幸好现在遇到了 他说着说着就开始擦眼泪 我拍了拍他的手 空口无凭的 宋太太 还是先去做个亲子鉴定吧 不怪我太多冷淡 他口中找了好久 这个说辞 我是不怎么信的 当年我被拐卖没多久 宋家就收养了宋翘 这个名字和那时候我的名字同音 这对夫妻似乎有意忘掉 他们弄丢了女儿这件事 把对我的亏欠 完全弥补在了收养的宋翘身上 以至于宋翘面对 有可能是宋家女儿的我 依旧刁蛮无理 对对 现在我们就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宋母拉着我就要往外走 目光扫过简陋的木屋 好孩子 东西也别带了 等从医院回来 直接跟我回家 我知道你这些年受苦了 回家后妈妈带你去做保养 保证 她看了眼我的脸 发现皮肤白嫩的能在太阳底下发光 又看到我的手 食指修长圆论 看着就像从小被养的很好的千金小姐 可我明明十分钟前 还在菜地里挖土捉虫 好孩子 不亏是妈妈的女儿 基因真好 她想不明白 于是只能把这一切归就在基因上 我把伞下来的头发别到耳后 笑得复合 是的呢 宋父走在后面 不远处 是在院子里到处看看的宋家兄妹 我培育花草的玻璃房门被人打开 他们很自来属地在里面逛 宋翘游她的养兄陪着 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见我们出来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 一不小心就打翻了一个花盆 兰花的陶瓷盆撞在她的腿上 留下青涩痕迹 她叫了一声 好疼 养兄宋安立马蹲下来握住她的脚踝 责怪中透露着关心 怎么这么不小心 宋翘眼眶发红 我还以为哥哥有了姐姐 就不会这样关心我了呢 宋安洋装愤怒地掐了掐她的小腿 你永远都是我的妹妹 宋翘得到答案 直勾勾地朝我看过来 我没兴趣接她的眉眼官司 看着被埋在土里的半截抚目 笑容僵在脸上 连本来在我旁边的宋母 快步走过去 关心宋翘都没能让我收回视线 远处 有个带着斗笠 穿着老头背心的老人 处着拐杖走过来 她扫了眼玻璃房 又瞪我一眼 用力地把拐杖处在地上 见不如飞进了木屋 我摸摸鼻子 回头看见她绣了绣紫砂湖里的大红袍 接着咬牙切齿 把茶杯放在桌上 我 不怪老爷子生气 大红袍姆树 一年只有八两的产量 禁止采摘的前一年 我到处托人留意 也只得了一两半 这一两半老头喝得减省 三年里扎扎摸摸的 还剩下最后十来克 这次看待宋家父母 生我一场的份上 把茶叶拿出来 老头也不好说些什么 至于那一株被打碎了的花盆 我快步走过去 小心翼翼把泥土拨开 露出腐木的圆形 腐木是一节苹果树树干 有些年头了 被俯视成坑坑洼洼的样子 木头上附着着两根扁平的绿色根系 我检查了一下 发现本就脆弱的根系 因此折断了 我叹了口气 一边挽救 一边问宋翘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宋翘不以为意 不管是什么花我都赔得起 宋母走过来 看着我行云流水的动作 好孩子 翘翘也不是故意的 我转头看去 马上先出去 宋母脸上又背下了面子的惊讶和难堪 不就是一截破木头吗 你怎么能这样 对妈妈 你知不知道她 这就是你对长辈的态度 宋翘 你要是还让我们这个爸妈 就放下那截破木头 先和你妈道歉 我眯着眼看过去 我说过了 没有做亲子鉴定 我不一定是你们的女儿 所以请不要叫我宋翘 现在麻烦出去 宋夫妻的转头就走 小小的农家院 在之后来的好几拨客人 一来就往紧闭的玻璃房走 最后玻璃房里挤满了人 助理只能拿着各种文件资料站在外面 老爷子喝完大红袍后 才慢悠悠地走出来 他看也不看站在门口 等着的宋安和宋翘 别站着了 自己搬凳子坐 鬼蓝培育本来就难 知怀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这次事故 该赔偿赔偿 房里都有监控的 助理对老爷子很客气 忙不迭地说打扰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不小 院子里的人都能听到 有些人的视线不受控制 朝宋翘扫过来 宋翘脸色发白 拽着宋安的衬衫袖子 哥 我是不是闯祸了 宋安拍了拍他的肩膀 没事 一朵花而已 他刚开口就被人潮了 女助理扶了扶眼镜 阴阳怪气 一朵花而已 这可是幽灵兰 全球已经剩下不到千株 这一节木头 是唐小姐国外的老师送给他的 培育了将近半年 才长出一条根系 虽然专家评估 一株价值在1500万左右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无价的 你们拿什么赔 我和专家们出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落山 留在这里的只剩下一个宋安 我扎了手套 随意扎了一下头发 走吧 去医院做亲子鉴定 宋安等在这里 就是为了这件事 他似乎察觉到我这个妹妹 和他想象中的农女不同 但他并不能取代 他心目中属于宋翘的地位 一路上无话可说 虽然宋安几次欲言又止 直到到医院 我推门下车 才听见身后传来声音 不要怪翘翘 他只是被我们宠坏了 本质不坏的 我回头看他 慢不经心的笑了笑 我不怪他 但该赔的钱还是要赔的 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如果那株兰花培育不成的话 我希望他能爽快点付钱 不然我会送他一张律师函 宋安黑了脸 如果真是这样 我会帮他 宋家不至于这点钱都出不起 我怂怂肩 那就随便你们了 亲子鉴定走的加急通道 我等报告出来才离开医院 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张 心里叹气 说实话 宋家人明显都是拎不清的 我并不太愿意掺和进去 但结果让我失望了 身侧 宋安说要带我回宋家 道歉 我还要回去照看那株兰花 宋安沉默了一下 我送你 不用了 有人来接我 刚说完 一辆黑色的家长铃肯停在路边 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 露出秦家二少爷那张脸 我强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露出一个微笑 宋家找过来 就是因为我回国的那天 是秦朝来接得起 秦二少在圈子里 是人人都要捧着的存在 除此之外 他常和各路明星网红炒绯闻 在网上的流量堪比一线男性 我和他在机场久别重逢的拥抱 被有些人拍了照片发到网上 第二天宋安就找上了他 说我有可能是他失散多年的妹妹 秦朝向他们提供我的住址钱 询问了我的意见 原想着弥补一下年幼时的自己 没想到是惹了一大麻烦 我辞别宋安时 注意到他的目光落在秦朝脸上 心里觉得好笑 干脆利落地拉开车门坐了上去 车后坐坐着个穿黑色衬衫的男人 整个人隐蔽在阴影中 周身栖息沉寂 弄得前面 两人有一种随时要溺闭的窒息感 秦朝回头 宋家正着急想把你认回去 你猜猜是怎么一回事 我挑了一下眉头 别卖关子了 家里人想做大哥找个媳妇 他口中的大哥轻轻动了一下右腿 侧着脑袋看过去 秦朝一顿 不说了 我其实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秦朝的大哥秦楚年 在三年前伤了一双腿 右腿失去知觉 左腿截肢到了膝盖 圈里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成为了一个残疾人 他的婚姻在家里人看来是个大难题 不求门当户对 至少也得是圈里的人 但外界对秦楚年的传闻太过离谱 比如他有暴力倾向 生气的时候会拎着一只揍人 再比如说他因为自己残疾 所以看不得别人健康 想要嫁给他的人必须把腿打断 传言可笑 但在没人澄清的情况下 愈演愈烈 最后没有人愿意嫁给他 宋家也想要攀上秦家 但不舍得宋翘 该怎么办呢 他们还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女儿啊 正好女儿和秦朝熟悉 认回去之后 可以撮合一下宋翘和秦朝 到时候两姐妹加两兄弟 也是圈内加话了 在上午见识到了他们的态度之后 我就把他们的想法猜了七七八八 可惜了那些大红袍 我感叹一声 暂时把那些人抛到脑后 正想敲敲秦楚年的右腿 手机屏幕亮了 是刚加上的宋安发来的消息 你和秦二少是朋友吗 我懒得回 把手机丢在一边 戳戳秦楚年的腿 二年啊 我不在了三年 你有没有好好做康复训练 三年前 我家老爷子好好的公司 被境外投资商看上 想要收购 在他拒绝之后 那些人引导舆论 把公司逼到退市 几乎破产 员工发不出工资 被教唆着绑架了我 他们想要赎金 老爷子拿不出来 找上了勤架 勤楚年之道后 瞅了钱不说 还亲自找上了绑匪 在最后绑匪要带着我转移的时候 他开车追了上去 恼羞成怒的绑匪破罐破摔 直直朝着他撞过来 后来 他去了疗养院 我被老爷子强制送出国 离开前 我要见他一面 他没见我 隔着一张门 他坐在轮椅上 冷淡地说 你不要觉得亏欠 你没有任何错 那些人还盯着你和唐爷爷 出国暂避锋芒是最好的选择 秦楚年的考量太过理智 但我不能接受 我在门外求着他 开门见我一面 在最后被老爷子的人拉走 那张门也没打开 三年后 我给他发消息叫他来机场接我 他没来 让秦楚来了 刚刚要不是我给他发消息说 我被宋家人欺负了 他恐怕还是不会出面 现在 我把中间的隔板拉上去 四笑非笑的问秦楚年 叫你弟弟来接我 现在网友都说 我会是你弟弟下一个一中部女友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秦楚年没有 隔板拉上之后 后座的光线越发暗 窗外闪过的霓虹灯快速后退 而秦楚年也很有眼色 很快把车开上一条偏僻的马路 秦楚年 你怎么一直都这么理智 说着 我按住他的肩膀 秦楚年快速落住我的手腕 唐之槐 不要被宋家人利用了 巧合的是 这手手机上正好来了宋安的电话 我收回手 接通电话 到家了吗 宋安的声音传来 还有一会 怎么了 有时间一起吃饭吧 爸妈说想你早点把名字赶回来 改天举办个宴会 把你介绍给亲戚朋友们认识 我转头 看向正经微做的秦楚年 慢不经心道 你妹妹没意见 宋安顿了顿 声音缓和 他还小 什么都不懂 你不要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我靠着靠背 脚尖不经意地蹭了蹭秦楚年的腿 发现他有所察觉 这才继续和宋安聊 我听秦安少说 你们宋家想和秦家联姻 宋安 是不是 是 要把宋翘嫁过去吗 不如让我去联姻 我和秦朝熟 被秦家选择的几率更大 宋安根本没想过 我会这样说 你知道是要嫁给谁吗 我把腿伸到了秦楚年身上 我不在意 秦家是豪门吗 我想当豪门太太 秦楚年突然捏住我的脚踝 我撩起眼皮看他一眼 继续道 希望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说完 我挂了电话 秦楚年把我的腿扔开鞋 别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 幸福 我抓住他的手臂 长腿一伸 跨坐在他身上 什么幸福 隔着颇有质感的西装裤 我按了按他 秦楚年猛地抓住我的手 眼神骇人 唐之怀 你在国外就学了这种东西 我看他恼羞成怒 耳尖红的透光 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羞的 拍着他的肩 我靠近他 安年 这不是能给我幸福吗 我被秦楚年丢下了车 也不知道 秦楚年让司机开到 那个偏僻的角落来了 一下车 只见到零星几盏昏暗的路灯 秦楚刚摇下车窗 想要嘲笑我 秦楚年在他身后出声 下车 把他送回去 秦楚 好家伙 你们吵架我遭殃 秦楚郁闷 秦楚咬牙切齿 秦楚只能照做 秦楚年绕了一圈 又要司机回来 从窗户口丢过来一件外套 别动着 等我只能看见林肯的车屁股 秦楚冷笑一声 我搁着人 可闷骚了 我挑眉耸肩 和他一起笑 我也觉得 四日一早 我是被梦屋外面 闹哄哄的声音吵醒来的 推开门 阳光落在脚下 远处 是一群不速之客 本来清静的农家小院 被好几个人围住了 老爷子在院子里的葡萄棚下 卖悠悠喝茶 起来了 他一直外面 你那些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给你找的麻烦 至于是什么麻烦 秦朝一大早就够发了事情原委 宋教凭借附加千金的身份 在网上成立一个 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因为一张长相甜美的脸蛋 激起了不少脑残粉丝生贩的保护欲 昨天他从农家小院回去之后 在网上发了视频 视频讲述了他真正的身世 倒打一耙说 真千金嫉妒他获得了爸妈 那么多年的宠爱 他不过打碎了一个花盆 就叫他赔一千五百万 不然家里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他哭得离花呆泪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亲生父母不要我 幸好能被爸妈收养 我知道我的存在让他们为难 但没关系 只要他们能认回自己的亲生女儿 弥补他们的遗憾 我会自己离开 我把视频从头看到尾 最后看向院子外 开始往里面丢石头的几个男人 喂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花盆值一千五百多万 我看你们是穷疯了 翘翘有什么错 宋家收养了他 还让他这么伤心 到底是怎么当父母的 什么亲生女儿 我看就是个骗子 我听了听 仔细看了这几个人 注意到其中一个人 戴着黑色手套 手里还拿着一个玻璃瓶 在国外经历了不少之后 有不得我不注意 更何况 老爷子年纪大了 受不得刺激 我当即拨通了110 秦家的车 比警察叔叔来得更快 秦楚年考虑周到 带了一对专业的安保人员过来 片刻就把能家小院 围成铁桶一块 我隔着被千牛花 爬满的篱笆 看向委屈停在 狭窄马路上的林肯 慢悠悠打个哈欠 安年啊 不下来喝杯茶吗 我把老爷子 剩下的那些大红袍都泡了 唐之怀 老爷子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茶也有藏好了 你别想再动 我吐了吐舌头 举起双手 好了好了 爷爷 你快去钓鱼去 叫人跟着 别让人算计了 拿着玻璃瓶的那个人 和丢小石头的人 都已经被安保团队控制 只等警察来把他们带走 但这件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我走到院子外面 林肯挂到党后退 我 秦楚年 有种人就躲一辈子 秦楚年不躲了 我敲了敲车窗 听说秦氏法务部那位部长 有着地表最强的团队 借给我用用 一张律师函而已 饭不着 我撑着车窗 附和道 我也觉得 说完 我趁他不注意扯过他的领带 两人快速靠近 几乎要鼻尖抵着鼻尖时 我停了下来 这件事我自己解决 一个送翘而已 饭不着你出手 秦楚年的脸 铺了一层阳光 这才让他苍白的皮肤 显得有人气了些 因为顺着我的动作 这个姿势对左腿 还是抑制的他有些困难 修长的四肢 紧紧扣着玻璃 一一的凤眼 一顺不顺的盯着我 片刻后他垂眸 唐之怀 不要同情我 同情他 我从车窗口钻进去半个身体 你觉得我是在同情你 说完 我扫了眼他的一只 并伸手按在他的大腿上 缓慢的向下游走 摸到坚硬的冰冷的一只 还记得在医院的时候 你和我说的话吗 你说 你不想让我见到 你最狼狈的样子 要我等你三年 到时候你会以最好的状态 出现在我面前 我哼笑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 秦家现在已经完全 被你攥在手里了 如果没有你的许可 他们根本不可能 散出你要找人联姻的消息 怎么 是记起我快要回国了 想早点结婚 断了我的念想 秦楚年紧绷着下河 沉默不语 我撑着他退出去 站着身体后 听见车内人轻声道 三年过去 人是会变的 唐之怀 我已经不是你记忆里的秦楚年了 我其实也明白 关于秦楚年的传言 并不是空穴来风 当年他从秦家 最有可能的继承人 变成一个废物 秦老爷子风流 西夏儿女众多 他被那群人逼得退无可退 后来更是销声匿迹 我在国外求老爷子 查他的行踪 可再一次得到他的消息 已经是一年后 那一年他手段 强势地进入秦氏领导层 在把控秦家命脉之后 将那些欺负过他的人 和当年的他一样 爬出弱大的秦家祖宅 从此以后 秦楚年暴力的形象深入人心 可那是对那些人而言的 于我 秦楚年一直都是那个 为了救我追上绑匪 却因此断了一条腿的人 当晚 我去参加宋家所谓的家宴 在一家会员制中式餐厅 服务员领着我 走到一个包间门口 我带着唐家法务部 和公关部的负责人 其中一位帮我推开包间门 里面的人同时看过来 却没想到 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宋父微微皱眉 望向跟在后面的我 宋翘 这是什么人 我郑重其事地和他们介绍 这位是我请的公关 接下来会就宋翘小姐 在网上造谣的事情 和各位协商处理 这位是我请的律师 来商谈被宋翘小姐损坏的 幽灵兰蜘蛛的赔偿事宜 国家兰花专业培育实验室 已经对蜘蛛价值做出了评估 因幽灵兰培育困难 被宋小姐损坏的那一株 可能是世界唯一一株 价值无法估量 如果非要用金钱衡量 大概在两千万人民币左右 估值报告在这里 如果各位不认同的话 可以自己请专业团队进行评估 众人两千万人民币 对宋家来说并不算什么 至少不需要动不动产 和公司流动资金 就能把钱凑出来 但这一套下来 侮辱性很大 宋父脸色难看 宋翘 我打断他 宋先生 我叫唐之怀 或许我小时候很喜欢宋翘这个名字 但现在我不喜欢和别人用同一个名字 宋父一巴掌拍在桌面上 早就端上来的茶水 因此抖动不休 你怎么会被养成这样 这就是你的教养吗 有什么事情 可以等家宴过去再聊 你妈满心欢喜的等着你过来 结果你就是这样对我们的 我的视线扫过整个包间 最后落在宋翘身上 既然是一家人的宴会 宋翘小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宋安眸子冷沉地看着我 翘翘在被爸妈收养的那一刻 就成了他们的女儿 我的妹妹 唐之怀 当年你被拐卖这件事 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是因为翘翘 我们才从悲伤中走出来 你对她的嫉妒 只会让爸妈为难 而且你不应该嫉妒她 她是最无辜的 我坐在背对着包间门的位置 和宋家人面对面 请问我说的两件事里 她哪一件事是无辜的 是在网上造谣她 只不过打碎一个花盆 我就叫她赔一千五百万无辜 还是煽动她的那些脑残粉 来院子里赌我无辜 或者你的意思 是我不该叫她 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看他们哭得哭 不然就对我怒目而逝 挑起这一切的宋翘梨花带雨 物资低头擦着眼泪 是 我错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人都有不小心的时候 我懒得继续和她扯皮 给了法务部负责人一个眼神 她当即拿出专业态度 各位是想私下协商 还是走私法途径 翘翘 宋母哽咽着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她哭得伤心 是我们对不起你 可你这样做真的太伤我们的心了 你知不知道 在你被拐卖的那段时间 我和你爸有多伤心 我知道你在外面肯定过得很辛苦 这笔钱我会给你 就当是对你的补偿 只要你跟妈回家 本末倒置 我冷眼看着面前这个自我感动的女人 说得像是我愿意认亲 是因为这两千万似的 说不定他们还觉得 我是故意把幽灵兰放在那里 让宋翘摔的 毕竟这就是一个浓女的格局 你想嫁到秦家 你哥和我说过这件事了 宋母欲言又止 最后叹了口气 开摊我的手背 也好 秦家不错 你嫁过去 他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的脸色越来越冷 把手从他掌心抽出来 我去下洗手间 我待在这里 正是就很难谈下去 还不如先避一避 才刚到洗手间门口 宋翘就追了上来 他叫住我 唐之怀 我当没听见 进了洗手间 在水龙头下洗了手 抬头看着镜子里的人 你想说什么 宋翘双手抱胸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急着 把你认回来吗 我不感兴趣 宋翘一言 没事人一样继续 因为他们想要你和秦家 那个废了的大少爷联姻 到时候我可以靠着你和秦朝接触 等我也嫁过去 我们就还是姐妹 他似乎已经想到了那个光景 脸上挂着一抹得意的笑 我面不改色 你就不怕我反悔 反悔 为了两千万和爸妈离心的人 能有什么格局 你可能不知道 我一年的生活费就有两千万 圈子里的人都讲究能当户对 就算你在培育花草方面有件数 想要嫁入豪门 也只能靠爸妈 我想了想 点头 也对 那谢谢你们了 宋翘 那种感觉像是见了鬼 他脸色难看 掉头就走 片刻后 他又转回来 当着我的面 给了自己两巴掌 眼角一出泪花 勾带起一抹红 我 等一下 宋翘一愣 我趁他不注意 快步走过去 抬手就是两巴掌 最后满意地捏着他下的法量 嗯 这样才对 宋翘没想我真的敢打他 还用了石成石的力气 他尖叫起来 唐之怀 我回到包间的时候 法务部那位已经谈妥 至于宋翘在网上造谣的事情 宋安只答应 会让宋翘把铁子删了 宋副说 以后就是一家人 没必要把事情做那么绝 一个小孩子 能有什么名誉损失 两千万我给了 他如果真的要追究 就是把宋家的脸皮丢在脚下踩 以后不要再进我宋家的门 我进来的时候 正好听到这一段话 不由得仔细瞧了宋副两眼 宋副见我进来 脸一垮 唐之怀 你为什么要打翘翘 我实话实说 他说你们急着把我认回去 是想让我和秦家联姻 到家给秦家大少爷 因为大少爷瘸了腿 你们不想让宋翘架过去 只能找我 宋副 他狠狠瞪了宋翘一眼 宋翘把脑袋从宋安怀里露出来 我没有 这是难道不是秦二少告诉你的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还挺聪明 知道把秦朝拉进来 我笑了笑 看向公关部负责人 我之前给过你一份名单 麻烦联系一下他们 请他们帮忙澄清 我并没有因为一个花盆 追究宋翘的责任 然后把我发给你的监控视频 用兰花培育所的官媒发出去 并艾特宋翘小姐 请他帮忙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会向他讨这1500万 三年前 那些人通过舆论站 打压老爷子的公司 聪明人是不能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的 更别说宋翘的手段 远远比不过那些人 我撑着桌面 隔着巨大的圆桌和他们对峙 本来我不想和你们追究幽灵兰的事情 也算是全了这段血缘关系 可宋翘千不该万不该 把能家小院的地址泄露出去 那里住着一个年过60的老人 如果被你那些激进的傻逼脑残粉气着 或者只是轻轻推那么一下 都有可能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到时候只怕你有九条命都不够赔的 我放下狠话之后 宋家人着实沉寂了一阵 但网上的舆论在我的引导下愈演愈烈 职务学界的许多大佬都出面批评宋翘 甚至有些专家教授 在国际国内都叫得上名号 一群年过半百逃离满天下的老人 第一次开通了微博 就想看看 把第一株人工培育半年的幽灵兰摔坏的女人 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老师的微博 她年纪大的打字慢 幽灵兰根系 这一品种的兰花 至今没有实验室培育成功过 但如果不人工干预的话 这株本来就罕见了幽灵兰会彻底死亡 他们把枯木带回实验室之后 唯独唐小姐培育的这条根系 有了生长的迹象 唐小姐和她的老师多次请求 才有了把根系带回国内 和我国业内人士学说交流的机会 可是这位宋翘小姐 不经主人同意进入别人的培育房 还笨手笨脚打碎花盆 事后更是倒打一耙 赔一千五百万怎么了 在我们看来 这一千五百万根本抵不过 那两根幽灵兰根系的价值 这个教授学生发出来的帖子 一日被转载上万 而宋翘那边多了许多的骂声 尤其是他最新的那个帖子 他被人打了两巴掌的照片 根本没记起任何浪花 大概是因为我请了水军 在他的帖子下面说 辛苦赔一半年的兰花被人摔坏了 这跟农学生养了一学期的课程作业 被人吃了有什么区别 快毕业的学生狗已经带入了 就跟写了一半的B论文被人删了一样 如果小偷进我房间删了 我做一半的PTT 射处真的会崩溃的好吗 楼上加一 警察一来只会发现 小偷变成了一块一块的 他进来的时候就是一块一块的 眼看宋翘被网友们骂到退网 宋家里边终于有了动静 宋安带着宋翘过来跟我道歉了 我在培育房里忙后半晌 直到老爷子喊我吃饭才出来 宋安按着宋翘的后脑勺 无奈道 翘翘 宋翘眼眶发红 哥 你也觉得我错了吗 你以前根本不会这样对我的 我走到一边给老爷子装饭 样子有些心不在焉 老爷子用筷子敲了敲我的手背 还装呢 你想撑死我这个老头子 我别了别嘴 问宋安 我听秦朝说 秦家给圈子里的人都发了帖子 理由是随便拒绝 其实是他妈要让士林的女孩聚在一起 跟秦少爷相亲 宋安满腔想说的话被我打断 愣了愣 点头 确实是我们家里就来了一张情帖 我眯着眼 摸了摸下巴 你之前答应我的 要把我架过去 还算数吧 宋安 哪里有人经过了那么多事情 甚至可以说双方都倒掰了之后 若无其事得提要求的 但他很快想了想 点头 算数 行 什么时候 我那天自己去找你们 然后和你们一起过去 宋安 她沉默 看了眼宋翘 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干什么 可是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培育花草的龙女 可能在植物学界有点建树 但面对吃人的舆论 甚至是这件事背后的资本 我就是个渣渣 就算宋翘和我道歉 我也没办法阻止 不过你放心 只要他不再继续上窜下跳 给我点时间 如果能把幽灵兰救活 所有舆论都会平息的 宋安听到背后个字本几个字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点头 培育幽灵兰的资金 宋家会负责 有什么困难可以和我说 不过 我希望你能在网上和网友解释一下 就说翘翘已经向你赔礼道歉 兰花的情况并不是很严重 给你点时间 你能重新把它培育起来 不然也不会被你们 交养出来的女儿针对 宋安眸光一闪 滴滴道 我知道了 我会想办法让你嫁进秦家当豪门太太 也算是当哥哥的弥补之前 对你的亏欠 我等他们离开后才笑出声 也不知道宋安日后想起这句话 会不会觉得自己脑子有病 老爷子听见我笑 发了白眼 还背后的资本 资本不就是你吗 唐总 我嘿嘿 唐总就别打去我了 至于宋安怎么想的 大概真的以为有人在背后搞他们吧 毕竟秦家最近有个地产项目在竞标 在每框域下的地产行业 这个项目足够宋家吃两年了 竞争激烈 抓住这件事不放的可能是对家也说不定 不过对宋家来说还是有点可惜 因为这个项目是秦家和唐家一起合作的植物科技研究所 秦朝就宋家可能会参与竞标的问题和我讨论过 要不要给他们放放水 或者第一时间把他们pass掉 我是一个好人 他们这么对我了 我也没说要在竞标上公报私仇 秦家宴会那天 我去了宋家 宋家给我准备的礼服似乎是宋翘不要的 但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白手 我可不像你 连名字都简人不要的 宋翘把手里的手机朝我砸过来 你为什么几次三番的针对我 可能是因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吧 宋翘冷笑一声 把蓝色青纱撕开 不要就给穿了 你就这样去参加宴会吧 其实这正合我意 人靠衣装马靠鞍是不错 但有人本身就象征着全女士 而不是需要高定来衬托的人如何如何高贵 下了牢 宋父问我为什么没换衣服 我还没说话 宋翘开口 姐姐说他不喜欢这件 还生气把他撕了 宋母接过衣服看了看 望着我欲言又止 知怀 要是不喜欢我带去你商场重新选 我摇头 不聊 我就这样也是可以的 可是 宋父有些不耐烦 他想就这样那就别管了 快走吧 等下去迟了 我怂怂间 拿出手机问秦朝 你哥到了没 秦朝秒回 到了到了 他正站在三楼的走廊上盯着门口 嫂子 你快来 我哥要望眼欲穿了 我呵呵 在这跟我欲情故纵 让他等着吧 秦朝无条件站我这边 我也觉得 让他等着吧 他这样的选择 是从无数眼泪里总结出来的 简而言之就是 当我和秦楚年闹矛盾 他一定要站在我这边 因为他哥恼羞成怒 要收拾他的时候 我会帮忙拦着 他肯定能拦下来 如果他站在秦楚年那边 我说要收拾他的时候 秦楚年还会很没原则的 被我怂恿着一起收拾他 车上一路无话 我和宋翘都在低头看手机 倒是没有发生其他矛盾 也不知道他是在和谁聊天 聊完还抬头依依地看我一眼 我 请不要把你要搞事的心思 放在脸上好吗 我倒没看见 低头继续骚扰秦楚年 你确定要和别家联姻是不是 那我决定不管你了 秦朝很快发了消息 我哥不知道收到谁的消息 看完就回房间了 我 别管那傻子了 宋家在圈里的地位 大概是中等偏上 属于被人讨好 但也要讨好人的类型 于是宋父宋母一进去 就丢下我们去和已经来了的客人寒暄了 毕竟这次的目的在小辈那边 宋安看了我一眼 我带你去你们这年纪完的圈子 那些人从小养尊处优 对人客气 只是教养使然 也因为他们对你笑了笑 就觉得他们好相处 有些人骨子里带着恶趣味 把人卖了还让人替他们数钱 宋安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大圈子里还有无数个小圈子 生意上的对家聚在一起 还在表面笑嘻嘻心里MMP 所以他们从小就养成了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 鬼话的圆润 主听后面有一个偏听 一群二代三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偏听门一开 都会转头看过来 他们的视线 在我们三人身上扫了一圈 有人看宋安 有人看我 还有宋翘的小姐妹在朝他招手 宋翘突然拉住我 姐姐 我带你去和他们玩 我甩开他的手 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们各有各的玩伴 我话音刚落 有人冲过来一把抱住我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脑袋 在我脖子处孤勇 啊 唐唐 你终于回来了 我约了你多少次 你数过吗 每次你都说自己没空 我好气的 真没想到你会过来 你不会是为了秦大哥来的吧 女生这一喊 很快就有人认出了我 唐小姐 三年不见了 唐姐 真的是你啊 我都不敢认了 三年了 你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用一个大腿挂剑扑了过来 我老子总和我说 学学你学学你 我怎么学 把退市的唐氏重新上市 我老子都说他不一定能做到 各家的少爷小姐们 聚在我面前 揽着我的肩膀 哥俩好地带我坐上主位 姐 唐姐 你终于回来了 听说唐氏打算和秦氏合作 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机会分一杯羹 大项目啊 我找秦朝 他说这个是他哥负责 他不管事 姐你就不一样了 我手里忘了点闲钱 想跟着姐姐挣大钱啊 我笑着摇头 新项目新方向 能不能盈利 暂时还不知道 他们都明白我这在谦虚 如果两家巨头一起合作的项目 都不能挣钱 那这个项目根本不可能存在 隔着热闹的人群 我看下还站在门边 有些不知所措的宋翘和宋安 朝他们露出一个笑容 宋翘身边跟着他那些好姐妹 大概是心入圈子的 和宋家一样 根本不认识我 有人问宋翘 翘翘 那个堂姐是你的什么人啊 连裴家和吴家的少爷小姐都叫他姐 宋翘咬着牙 摇了摇头 宋安摁了摁他的肩膀 和那些人说 她是我妹妹 翘翘的姐姐 我们怎么不知道 翘翘还有个姐姐 之前她走丢了 最近才认回来 那宋大哥 你能不能帮忙引荐一下 圈子里有新贵和老钱之分 前者抱团 后者有选择的 带着前者中某些人玩 百年亿或者几百年的底蕴 如同一条沟壑横在双方之间 新贵想快速站稳脚跟的话 最好先和那些老钱家族扯上关系 而联姻是最好的方式 这些姑娘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如果不想嫁给秦楚年 通过宋家的关系攀扯上 我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很遗憾 我不会给宋安用我来卖人情的机会 看到宋家 我就记起了之前 闹得沸沸扬扬那件事 现在想来 如果培育幽灵兰的人是唐姐的话 好像一切都对上了 所以唐姐真的是宋家女儿 嗯 这是闹的 有人叹了口气 看着宋安问我 姐 你说说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是我姐 那就不能当个笑话看了 这位陪少爷家里前些年干房地产的 目光长远 溜得快 手里握着大量的资金 开始研发精砖技术 在智能机器人上 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当然 这并不代表 他没法插手到房地产 现在地产败落成这个样子 他发个话 自然有人看眼色形式 我喝了口香槟 没必要 到底是我亲生父母 平常心对待就好 这话是说 不要特地为难 也不要说什么 看在我的面子上帮忙 按章程来我都不会说什么 陪少爷明白了 二郎腿一翘 看着走过来 却刚好听到我最后那句话的宋安 吃笑一声 有眼色的人才能做好生意 说实话 我并不觉得宋家后续会有什么发展 唐之怀这个名字 你就算不知道跟人打听 也可以在网上查查 当年唐氏被境外投资商针对 是唐姐联系了国头 立晚狂澜才避免了破产 之后那些人 叫做一群缺心眼的绑架他 这是眼闹得沸沸扬扬 秦少还因此断了条腿 你们看待秦朝对他的态度上 也应该察觉到苗头 结果呢 说到最后 陪少呵呵一笑 再也不看宋安 我不知道宋家人会不会后悔 或许会 但那和我没关系 世界上没有后悔要吃 还是那句话 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但我知道宋翘一定不会后悔 在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他似乎更加嫉妒我 而他早就安排好的一枚棋子 也终于开始行动 我喝下一杯香槟之后 察觉有些不对劲 面前的服务员 穿着黑色制服 身子挺拔 相貌也好 这时低着头看了我一眼 我愣了愣 拿出手机 拨通了秦楚年的电话 我并不知道有没有拨通 只觉得天摇地晃 有人扶着我往楼上走 江流 我实在没办法了 谢谢你能帮我 女生轻力 我听出来是宋翘的声音 男生沉沉的 需要拍视频吗 可以吗 会不会对你不好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骂了一句 见鬼的什么都愿意做 宋翘很快离开 不久 我发现有人在截我的衬衫扣子 我抬手挥了一巴掌 没什么力道 反而激怒了对方 脸颊一疼 但我恢复了些许意识 放了我 我会给你钱 钱 江流把我翻过去背对着他 你们有钱人觉得 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吗 这种方式对你没 没好处 我下意识去拿自己的手机 却没摸到 余光一扫 发现了地上的手机残骸 我闭上眼睛 有种当初被绑匪绑架的绝望 江流把裤腰拉下来 直接就要往里对 看起来是想速战速决 我 曹你他妈 刚骂出声 江流倒在了我背上 我脑袋偏到另一边 看见秦楚年站在床边 一手捏着江流的脖子 把他拉起来 把人往地上一丢 金属质的一只 一下子踩在他脸上 接连抬起又落下 直到那张长得还算不错的脸 都快看不出人形了 我伸手拉住他 别打了 打死人了 你要为这样的人渣偿命吗 秦楚年转头看我 眼红的吓人 我拉了拉衣领 扒着他的手臂 幸好你来了 帮帮我 我有点热 秦楚年没动静 他僵直着立在床边 我晃了晃脑袋 你不会是想把我丢给别人吧 安年 秦楚年掰开我的手 俯身把江流拎起来 他真的有好好进行康复治疗 这几步路 走得看不出他的异样 我看着江流 被他丢进卫生间 他很快回来 我躺在床上 搂住俯身凑过来的秦楚年 摸摸他结实的背肌 安年 温柔点 秦楚年俯着我的脊梁往下 嗯 不对不对 我在最后一刻 记起一件事 但已经来不及了 秦楚年亲了亲我红肿的脸颊 怎么了 我听江流和宋翘谈话 他们还准备拍视频 秦楚年回头 看见了很明显的摄像头 从床上坐起来 梳理了一下乱糟糟头发 怎么了 你快把这里面的人弄走 我要上厕所 秦楚年很快把江流拉走 出了房间 就看到靠墙坐着的秦楚 他身无可恋 哥 你总算出来了 秦楚年有种被听墙角的自在 但他知道这里的隔音很不错 秦楚应该什么都听不见 而且秦楚在这 也不是为了听墙角 他脚边还躺着一个人 是宋翘 他鬼鬼祟祟凑过来的时候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现在怎么办 秦楚年把手里的人丢给他 送两人去酒店 请几家媒体在外面 等着今天的头条 行 秦楚比了个OK 正式说完 他嘿嘿一笑 哥 怎么样 我就说你一直被嫂子 吃得死死的吧 还硬要把人推开 小心嫂子跟你去后算账 秦楚年冷漠到 不用你操心 行行 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秦楚年收拾好了自己 就站在床边看着我 我理了理自己的头发 怎么 还想要 秦楚年 别想了 你不是要和别人联姻 昨晚那是忘了吧 就倒没发生过 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秦楚年 见他不说话 我冷笑一声 继续道 如果你觉得吃亏的话 我给你开张支票 秦楚年垂下眼皮 我错了 我走过去捏起他的下巴 错哪了 都错了 是我自尊心作祟 总觉得不能给你幸福 我搭拉着眼皮看他 秦楚年搂住我的腰 将我带进他怀里 唇擦过我的脖子 有要擦枪走火的仙兆 我一把把人推开 这事没完 宋翘和江流的报道 出来那一天 宋安找到我面前 他独自一个人 浑身都散发着颓废的气息 翘翘这件事是你做的 他这话不像是疑问剧 反倒像已经确定了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翘翘没有请媒体 看来他也知道 宋翘做了什么 我找出那天 在房间里拆下来的摄像头 砸在他脸上 对 没有请媒体 但他打算拍视频 宋安 不要再挑战我的底线了 本来就单薄的血缘关系 没那么多事情 能由着你们消耗 宋安看着 吊在他脚边的摄像头 也顾不上额脚被划伤 他蹲下来 把摄像头捡起来 在他来宋家的那么多年 我一直把他当亲妹妹 宋安 我打断他 我没兴趣了解 你们的兄妹情深 希望你们不要再过来找我 至于那一纸亲子鉴定报告 就当他从来不存在吧 可是 爸妈他们 我觉得他有点听不懂人话 宋父宋母拉不下面子 宋翘没这个资格 只有宋安被推出来 低声下气 和我道歉 所谓的亲情 也不过如此 我喊来安保人员 把人丢出去吧 以后不要让他进来了 接连出现绯闻 在秦氏的招标会上落选 日渐衰弱的大环境下 宋氏似乎已经没有了 七死回生的能力 宋富莱找过我几次 我也见了两次 最后的结果 都是不欢而散 直到后来 阳光正好的一天 我在公司楼下 遇到了拿着匕首的江流 在不远处 等我下班的秦楚年 和他同时冲过来 秦楚年把我推到一边 匕首划破了他的手臂 江流很快被保安压制住 他看着我 瞠目欲裂 都是因为你 不然翘翘不会变成这样 你该死 作为宋翘 在公园院就认识的青梅竹马 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田狗 宋家把宋翘赶出去之后 他把人接了回去 一天打好几分供养着他 现在因为他的几句哭诉 田狗开始杀人 以为我死了宋家 就能把宋翘接回去 继续过他大小级的日子 可惜 他们的算盘落空了 我看着受伤的秦楚年 突然想到 那年他面对着绑匪的车 也是毫不退让 我恨恨地瞪他一眼 你是傻子吗 三年前为我断了条腿 现在还为我丢命 我是什么扫把星吗 难道是和你八字不合 秦楚年摸了摸我的脸 光飘化日之下 亲亲我的嘴角 我没事 不管秦楚年有没有事 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我安排了国内最强的法务团队 把江流告上法庭 并追究宋翘的教唆杀人罪 虽然证据不是很充分 但使了点小手段 让宋翘亲口承认了 他就是想要江流杀我 我不想和江流过那样的日子 哥 都是因为唐之怀的打压宋家 才会变成这样 只要他死了 宋家会越来越好 你相信我 我都是为了你们啊 宋安满脸失望 甩开了他的手 宋翘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宋翘死死抓着他的手不放 我都是为了你啊 经过一个月的官司 宋翘和江流都获得了一个铁饭满 至于宋氏 被我用他们之前 给我的两千万吊着一口气 我知道这口气 不会再延续太久 但这是他们用宋翘 画来的狗言残喘 我该满足他们 培育房内 折断的根系 又有了生长的迹象 我回头 看着不远处 秦楚年在陪老爷子钓鱼 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